五四青年节的由来 每年公立的5月4日是我国的青年节 五四青年节来源于民国时期的一场爱国运动 1919年1月 中国北洋政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 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巴黎和会 在这次会议中 英美等国不顾北洋政府的反对 签订法尔赛合约 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送日本 北洋政府外交的失败 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5月4日这天 北京大量学生涌上街头游行示威 随后全国各大城市集体罢课 罢工 罢市 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迫于此次运动的压力 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也就成为了一次 彻底的反地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将 每年的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